然後就這樣 就跟我說 其實我覺得妳很漂亮啊 手就慢慢慢慢伸出來 他就跟我講說 你如果走了 我以後就斷了妳的演藝聲音 好恐怖喔 聽到這什麼樣 太害怕 好扯喔 對 她就這樣講 擺脫窮苦人生 要用什麼方法來創造收入呢 來 子璇開始 陽光燦爛 第一次拍戲的時候 就第一次剪刀主要的角色 是拍那個偶像劇兩個爸爸 是新人嘛 但是每個月的收入 就不超過一萬塊 然後那時候想說 怎麼辦 都已經演戲了 感覺就事業慢慢起步 可是每一個 每一個月的收入真的都太少 假如房租交通費 然後就沒了 然後後來就看到 大家都在臉書上面賣東西 然後剛好那個劇裡面 有一隻貓叫做黑子 牠很紅 那因為以前 我有在麵包店打過工 我就把那個貓的形狀 就做成餅乾 好可愛喔 在我吃過 對 很多人 那時候就很多人跟我下單 然後每個 每個月可以增加四五千塊的收入 然後最後我就覺得 這樣還不錯 我就跟媽媽去菜市場 就是媽媽有時候會去菜市場賣衣服 我就會跟媽媽一起去 就增加收入 就擺地攤這樣子 那時候就幫自己增加很多收入 這不錯 我那個時候呢 其實就是一樣 就是有什麼錢 就是只要是打工幹嘛 能賺就賺 所以我也去 就是以前還有報紙的時候 我會去找那個球食網頁 然後我去看 剛好有那個NAT的試衣員 那NAT它是台灣品牌 然後所以它就會 找很多不同身材 可能一樣都是五十公斤 但是五十公斤 有高矮胖瘦的五十公斤 它就找不同的體型 來就是試穿他們的衣服 所以那時候應徵 也去上NAT的試衣員 然後那時候覺得說 每天都可以穿很漂亮的衣服 也很開心 可是每天穿衣服 那時候就是 常常就一直穿 一直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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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後面就很麻痺 可是就是 因為我覺得工作還滿輕鬆 一個小時大概有100塊 那時候平均實行100塊 算高了 然後我有接過外拍模特兒 然後還有包括像林彥什麼之類 那那個時候 其實讓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我那時候去接外拍模特兒 其實以前以林彥來講 我那時候租500塊 但是外拍模特兒 那時候一個小時 一千五算是很高的 那還有當然更高 可能就兩千五 三千五 那種就是可能 要穿比基尼或穿更少 那因為 所以穿得越少錢越多就對了 對 因為我身材不好 我其實以前是肉肉的 所以我就選一千五 最基本一個小時 然後那時候平均拍 就三個小時 所以一天是不是有四千五 那但是因為攝影師 都喜歡拍那種穿得很少的 所以其實我那時候 那有一次被叫完以後 就很開心 被叫 太怪了對不對 對 這沒事我很少被叫 是吧 對 然後很少被叫 那我如果攝影師 我叫了一個 然後衣服穿那麼多 拍鬼啊 當然要拍穿少的啊 對 然後那時候 就有一次 我是穿多的 兩個姊姊穿比較少的 那我們就其中一天拍 然後那時候是到中壢去 然後想說拍完之後 那個時候攝影師 他們就很開心 然後就跟那個攝影師的總召 就說那這樣子 今天晚上大家去 好樂迪唱歌好了 就是模特兒也說一起去 那我想說有那麼多 模特兒也不擔心 結果那時候我們一起去那邊 結果模特兒就一個一個走了 然後攝影師就一個一個走 所以就剩下那個總召 那那個總召就不太很照顧我們 他把我當妹妹 他就說來 妹妹來怎麼樣 他就會儘量推我 所以那時候 我真的不宜有他 我那時候就是 也就是把他當哥哥看 然後他就喝了酒 他就過來 然後就這樣揉著我 就跟我說 其實我覺得你很漂亮什麼的 你好好的 就是再稍微再撿個肥 然後衣服再穿少一點 其實你可以穿 你可以拍越多 怎麼樣怎麼樣 那像說 那我有一天天穿裙子 然後他就 然後手就慢慢慢慢伸 然後已經 伸進裙子裡面 加強大腿內側 沒有 到哪裡 側邊 要側邊 對 要側邊要拉的時候 我那時候真的整個 第一次遇到這樣 我真的整個都喘了 然後我就整個就是 眼淚已經逼在這邊 然後我都不敢動 這裡是抖 我就已經是整個是僵掉 然後就送台皮進來的服務員 然後他就不好意思 然後進來 剛剛他就看到我們 看到我們的動作 他手就在這裡 他撒了 然後我們都撒了 然後他就趕快把手伸出來 放了就好 我就趕快站起來 然後就趕快走到門口 然後我還 要走之前我回頭頭 謝謝你的照顧 那一個 對 那個總召他就跟我講說 你如果走了 我以後就斷了你的演藝聲音 好扯喔 聽到這整個話 害怕 好扯喔 對 他就這樣講 然後我那時候 我就覺得我要留下來 我留下來就被強暴 我講難聽的就是這樣 我就覺得說不行 就是一定要走 因為不走的話就完蛋 然後那一個 你的清白之聲就被毀了 對 然後那個服務員 他當下也傻 他以為我們是男女朋友 他原本要走了 所以我跟他講說 等一下 他就留下來 對 然後後來 我就跟他一起出去 然後跟他一起出去的時候 我要走到門口 我就跟他講這句話之後 他跟我講說 我那時候人在中立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辦 我身上沒有錢 因為那個錢他們沒有獻給 他們要隔天用會的 那我那時候就是 我就 就是憋著 然後就走到門口以後 我就蹲在旁邊的 那時候的中立 好樂底旁邊是有草叢的 就是沒有那麼發達 我蹲在旁邊那邊哭 然後後來是真的是 Cue我朋友後來在 我聽到剛剛林妍的故事 就想說 如果你可以當外國人 會比較賺 因為我們外國人 就是你們的好幾倍 我去當林妍 就 對 像查經這個劇 Netflix 只要簡單的 好溫生豪 不錯耶 溫生豪哥的旁邊露個臉 就大概你們的六七倍 你這樣演得也多少 這個 經紀人說不可以講 但是六七倍 數學基本就 我先自己講 林妍是五百 那你差不多就六七千 對啊 如果以八百了 八千喔 搞不好超過 你當弄個臉就八千喔 弄個臉這樣子喔 本來是更多 但是他們發現 我的演技不是很好 所以我本來 這樣 我本來要講的部分都被剪掉 但是他們說顏值很好 所以就讓我放 就是把我的畫面 放在生豪哥的旁邊 其實我自己也當林妍 所以我以前在 佳和萬事實的時候 跟亮亮姐還一起演過 後來我就去找了 像是百貨公司周年慶 就很需要很多的人手 然後就幫忙結帳啊 然後站櫃 半夜的時候 兼職做專欄協作 每個禮拜一篇也不如小補 後來我發現 我現在在做直播的時候 我發現 我在看很多色號的時候 比如說我在做保養品的色號 口紅 推薦 現在這個色號是什麼顏色 我發現我怎麼看都看不清楚 會不會是我們以前兼職 做過頭 拚過頭 然後整個 我發現都一樣喔 都一樣 很誇張 好 來 你看這個 這個超色 我超愛這個色 我超愛這個色 這個色是極重 我超愛這個色 這個色是極重 來 這個顏色 然後是顏色 然後這個顏色 你這 你是說我們 我看不到喔 你真的很誇張 什麼啦 你不是年輕人嗎 不是 你這是搞笑影片喔 不是 這是Live 現在都還可以去看回放 這Live沒有辦法重來 然後旁邊觀眾 沒有人要救你 因為這是Live 我說這到底是幾號 我好喜歡這個色 重複大概五遍 然後我說她是奇怪 才三十幾歲 有那麼早就老花 還是提早性的 因為我眼壓特別高 然後我去看醫生的時候 做健康檢查的時候 他還建議我說 你眼壓真的比較高 你要注意有 清光炎的這個問題 所以我那時候營養師 他們朋友就很好玩 就故意出考題 一直要我訓練你知道嗎 這什麼啊 每個人都有喔 來 先不要看 這個叫大家來找茶 來 請出題 Many and gentlemen 我們只有10秒鐘 10秒 我們計時開始 裡面只有三個字 叫做思考的思不一樣 其他都一樣的 請開始找茶 找思出來嘛 對不對 看你們找不找得到 一 二 五 十 三 二 等一下 一 二 十 二 她找不懂 來 請發生 來 我幫你耶 來 找到一個 對 不會有一個 兩個 這邊 對 三個 只有一個 我好厲害喔 好強喔 好厲害喔 我們好年輕喔 妳好年輕喔 妳真是年輕 我跟你講這不公平 因為她每天在看自己的N 這遊戲超好玩 我營養師朋友他跟我說 妳常常不管是不是看這個 就是訓練妳上下左右 然後可以 活絡妳這個眼睛超 不錯耶 滿厲害的 然後可以 活化妳的腦部 後來他還發現 現代人講究的速度嘛 我發現一個 盡量的小幫手 好耶 來... 你也知道我每次看大字報 都會唸錯 對 我是 我覺得我媽媽自己 都有閱讀障礙 所以常常都會一直MG 對... 就是看著大字報會唸錯 對 我會 我跟你講 難免的啦 你看我們那個年紀越來越大 那個手機因為常看 結果妳就發現一天一天 那個字體越放越大 沒錯 合到最大格了 我們也常在做直播啊 那時候講錯價錢會死人 因為講錯價錢 一個零多... 人家那個廠商已經是打到骨折了 一組賣兩千 我一直看成 後來營養師朋友建議我說 其實盡量小指這個真的是很棒 因為我自己發現 現在國人裡面啊 每天看手機都超過10個鐘頭 超過 而且它是全新升級版 像這個盡量小指 它其實每一份裡面就有 20毫克的葉黃素 它可以很簡單 就補出我們一天所需的補給量喔 它等於 紅蘿蔔已經有30根 30根 30根啊 一顆都一顆 30根啊 你吃到變小白兔 你也不可能吃到30根 對 而且除了30根之外 你們可以吃到 還有五根的青花椰菜的葉黃素 其實可以讓我們整個保養 是事半功倍的 那重點 因為它是全新升級 其實我在吃的時候 非常有感覺是因為 它等於是除了 葉黃素20毫克嘛 還特別加了 專利的玉米黃素 還有三桑子萃取的花青素 50%增量的蝦紅素 到50%那很厲害 對 很純 很濃 非常的純 那甚至要水汪汪 要很濕潤 所以甚至呢 還有小分子的玻尿酸 都在這個裡面 可以給我們很全方位的 一個保護給你講 妳剛剛講它幾樣喔 就是五大精量的目標 其實人生當中 有三大顏色很重要 三大色彩 一個就是蝦紅素 一個葉黃素 一個就是花青素 對 只要這三個過得好 你會發現很清亮 它幫我們 阻絕很多的藍光 像手機啊 平板這一些 那還有就是 抗氧化很強的花青素 跟蝦紅素 這些都很重要 對 那最重要當然 如果你是疲勞族 就是工作超過十個鐘頭的 那一定就要有葉黃素 那如果真的很乾澀的 然後很疲勞的 花青素也一定要 然後最後呢 當然針對蝦紅素啦 玉米黃素 都是很棒的 讓我們保持水潤 明亮的這一些狀況 非常重要 因為我看過一篇 這個國外科技網站的統計 台灣2023年 平均每個人使用3C的時間 你們以為是三個小時 你們以為是五個小時 NO 七小時十四分 因為除了睡覺之外呢 一半的時間都在看3C 要命啊 我跟你們講 而且台灣有三項世界之最喔 包括你看到 然後手機盛行率很高 再來就3C使用的年齡 非常非常早 小朋友很早就已經在看平板 滑手機了 像我長時間帶影視眼鏡 我發現有時候錄影錄到完 超乾 對 十二個鐘頭過了耶 所以這時候你眼睛 又不想一直依賴那些眼藥水 我就會透過這個 而且這升級版的 升級版的 五大富方全部都沒流口去 而且這樣子你才不會 賺錢用手 怎麼看我們沒有吃的 我們就要拿那麼遠耶 怎麼看 洩漏年齡 看誰看得到裡面的成分 要拿多遠才看得到 真的看不到 沒有 要這樣啦 我看到了 看到了 沒有看到 你要踩館啦 玉琳哥 你這還好 還有人有戴眼鏡喔 明明有戴眼鏡 他要把眼鏡拿起來這樣看 對 這是老花吧 老花跟鏡子又不一樣 他的平台設計聽說是專利的 超專利 因為以前一到不小心倒太多 會有黏黏手濕濕的 污染的狀況 那你看喔 他這個一次 有沒有 一次喔 定量 就一顆 所以你可以找一顆 碗一顆 就很方便 對 很方便 以前倒出來 你那一堆很煩 對啊 有啦 這個設計很棒 就一顆 真的很貼心 對 再怎麼拚命 要擺脫貧窮 但是身體也要顧好 對 身體真的健康很重要 我跟你講 花開燦爛靠陽光 人生幸福靠健康 真的 對啊 想得真好 嗯哼 這也是我做直播學來的 對 好囉 大家 繼續加油 繼續打拚 2024呢 好 一定的大家 財運橫通 對 好 錢財滾滾來 謝謝 對